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愛兒愛兒 我是愛兒 在我身邊的分別是Alan還有浪哥 歡迎 今天呢是這個傳說中的 對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開箱過蠻多露營車的 我自己有手工改裝我的休旅車 把它變成可車速的樣子 那這一次呢是這個豪華版的兩台 California在我的身後 那聽說呢有窮人版跟富人版 它其實有三個車型 分別是這個Beach Coaster 以及Ocean 三個車款 那我們今天從最初階的開始看 看它到底差在哪裡 然後以及來了解一下 兩位車主在使用上 有沒有什麼使用心得 可以跟大家分享 現在在我們身後的這一台呢是Alan的車 我們車主在這邊 但是呢我相信有時候我們車主買車啊 真的就是一個感覺就買了 其實也沒有做太多的比較 有啦 你有嗎 選這台原因真的很簡單啊 預算不足 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很多人他想買這台車 反而還買不到 這台車是真的是有錢買不到的 買這台車訂車到交車最少是一年半起跳 等車等超久 真的 然後跟他分享一下其實最大的差別就是 這台車是可以坐五個人的 這個Beach的話後面是三座 三座 是比較長的 那另外的話如果說是動力啦 或者是說它的這個上面的頂棚啦的差異呢 這個就是內裝的部分其實有一點差異 就頂棚的話如果是Beach是手動 就是你要用點力量這樣子往上推 然後Ocean的話是電動的 跟你分享一個小故事 我兩次錄影完之後大概 我這個拇指跟這個拇指跟這隻食指 現在目前還是扭傷的狀況 機械發炎的狀態 對就是它應該是韌帶有點發炎 有沒有這麼誇張啦 譬如說上次錄影的時候 因為突然下雨 那你在扣這個扣環的時候 它不像它們那麼優雅一樣啊 好像一樣就可以 哎呦 摸越感我瞬間有感受到 就跟你說窮人版跟富人版的差別在這裡 那一個最大差別是 我們的Ocean是有邊櫃的 就是它裡面有收納櫃 然後還有冰箱有爐啊 私爐有洗手槽 那Beach是沒有 沒有的 對 我不喜歡這麼大一台車 像那個Ocean 它後面就只有兩人座位 其實它是非常窄的 那再來就是邊櫃這個東西 其實它有冰箱嘛 然後還有爐子 我等一下給你看裡面 其實我們爐子我幾乎都是把它廢掉 還是會拿到邊杖這邊來這邊做窮人 對 錄影我們就是希望舒服嘛 它就客廳跟睡覺就好了 對耶 因為有時候你烹飪在裡面啊 然後如果裡面是有燈光的 蚊子會整個往裡面飛耶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我怕有油鹽會 裡面會吸這個油鹽的味道 窮人版也沒有什麼不好 除非就那個手動很困難 我只是比較謙虛一點 OKOK 還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還是我們可以直接來看一下裡面 可以我們來看 像現在大家想要全部都到車上 有那種坐在客廳聊天的感覺 剛剛有提到我們就是客廳臥室在這邊嘛 首先 這個經典的就是要有這個旋轉椅 我們先來把這張椅子轉過來 好 來 先把它放倒一點 那個是手動的喔 對手動的 我福特都電動的耶 被嫌棄了 被嫌棄了 沒有 可是它的不能旋轉 不能旋轉 好拉 往前拉 往前拉 然後拉一下 對 轉 轉 還滿滑順的 好 然後可以再把椅子往前推 然後再手動 手動手動 這個也可以耶 這個超級陽春啊 這樣可以夠有夠 這才是露營車的 對對對 然後就這樣子 經典標配 然後你就坐這邊 對 這樣舒服 這位置大很多 真的我們不是不化妝 對啊 你裡面裝了電池對不對 對 我跟你講 你這個位置超好的 超好的 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如果裝出車冷氣 我電池不知道要放啊 沒地方放 要讓你看 我不只裝一顆 我總共裝兩顆 大顆 哇 這時候是不是冷氣要把它蓋下去 冷氣蓋下去 怎麼有什麼問題 都沒有感覺耶 我跟你說 浪哥那台車是Ocean 就是因為他們邊櫃用不到 他們藏在裡面 結果風都往側邊吹 然後就還要再買一支循環風扇 然後再吹來前面 對 我這個冷氣有三四個模式 我記得四個模式 那就是送風馬 恆溫變頻強冷 它等一下也就這麼安靜嗎 對 它一直很安靜 好強喔 它連晚上睡覺都差不多這個聲音 那這樣的車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車子在停車的時候 這裡有一個水平移營 我們要注意它排水的這個高度 不然到時候裡面會擠水 Bitch是這樣子 邊邊沒有櫃 但是它有一個料理的櫃台 在這地方 它是原廠就這樣 對 這原廠是這樣 然後打開裡面有個爐子 但是我都用不到 對 它沒有覆桌子嗎 直接換這個 覆桌子有 桌子在旁邊 對 桌子在旁邊 對不起 這個要裝瓦斯嗎 對 瓦斯本來是裝在這個地方 這裡面有一個 你可以放瓦斯瓶的地方 但是我把它廢掉 現在裡面全部都是放 我們的改裝的那個電子的設備在裡面 逆變器 對 逆變器在裡面 那這窗戶 我們一般窗戶會打開嘛 對 打開我還有買沙網 那這顆電子是180安培的 後面還有一顆320安培的 在後面 在後面 這叫500安培 那哪一個是否冷器 兩顆並連 比較特別就是我們這個電池一樣有車充 那還有更厲害的是 我車頂有太陽能板 而且我不用進露營區充電 可以用APP 然後現在太陽正在充 那你要不要體驗一下手動把頂棚撐起來的感覺 這根本是噩夢 你看它這個要打開 再拉開 欸對啊 sorry 這邊 然後這裡扣環把它打 你上面真的沒有扣環嗎 我們不需要 真的還假的 不需要 好 撐上來 撐上去 有沒有上過健身房 呀 舉重 喔 用力 慢慢的撐上去 真的這麼重喔 它撐不上去 好 我來試試看 來來來來 再試一次 好 用力 喔 再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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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有了齁 其實拉下來不會受傷 但是你在扣那扣環的時候 因為我們在扣扣環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活動環節 我要半蹲 我們要半蹲 然後要在那邊扣一直扣一直扣 然後下雨天你都沒有扣好 不要再重來一次 然後又滿身大汗這樣子 我們桌子藏這邊 我們桌子在這邊 對 這裡就一張桌子 那這邊 再加上這裡 對 就這樣子 到現在都還沒有看到它的車 我們要出發去看它的車 我們來看一下 身後的這台就是浪哥的Ocean 我突然覺得白車 其實看起來就比較帥一點 嗯 這是真的 對 所以尤其像剛剛有提到 露營美學的部分 像我的車紅色 也真的很難變美 你怎麼看就聳聳的 你看它嘴角一直在 對不對 而且輪框也不太一樣 光就外觀看起來 輪框是改過的吧 所以有看到重點欸 對對對 這個叫做落地改 車子買來就一定是要落地改 那Ocean的版本呢 就我所認知最大的差異 就是你的車後面應該是可以洗澡的吧 臥室客廳 然後還有廁所這樣子 對嗎 應該不行吧 它不能拉個浴簾 它不是可以這樣拉個浴簾 這樣圍起來就可以在裡面洗澡了嗎 好像可以欸 你到底有沒有用過啦 因為我從來沒用過 因為去沖浪玩的人回來就可以啊 可以可以可以 但是要看它的蓄水箱有沒有那麼大的 水箱大概30公升 可以可以可以那可以 可以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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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試試看領域嗎 呃我們先看車內 哈哈哈哈 欸這個聲音聽起來好像有那麼一點點不太一樣喔 有錢的聲音嗎 欸等一下等一下 不太對來來來來 不對不對 等一下等一下 我為什麼覺得它車門開起來跟我的聽起來 它很輕啊 欸 你車門為什麼比較輕 因為我有電梯門啊 你的沒有嗎 真的嗎 對啊 等一下等一下 一直來車買來吃 其實很難 可以欸 對你的沒有 喔 喔 那感覺又出來了 中槍 有有有 裡面好小喔 這我上不去你 來來 你們上去就好 蛤 它有個活動扳手欸 沒有 你怎麼有這個東西 我再把連結傳給你 好優雅喔 聽到那個聲音你看 KKKKKK 對啊 這個紗窗可以 哇 有沒有有沒有 對對對 另外一邊是有那個遮光的 天啊 欸它這個比我想像中 喔 喔 厲害欸 好優雅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哈哈 可以進來可以進來啦 哈哈 這個是洗手燒 這個 這個我有刷牙過 兩次 很少用 因為它排廢水 喔 對 然後這個是爐子 就是 你怎麼現在介紹感覺有點興趣 雙口爐 因為都沒在用 哈哈 但是很好用的是下面這個櫃子 你看 喔 所以我現在露營的 這一些餐具 爐具 鍋具類 對我都可以放在 就不用拿上拿下 這是置物盒 它是一個德國廠商做的 然後裡面就反光刮鬍刀 還可以再放其他東西 然後其他放 它是掛在這個溝槽 溝槽 它是有一個溝槽 這冰箱裡面有45公升 哇45喔 我們現在譬如說 你如果回家兩天不開 那冰箱的電腦還是一直開著嗎 不然就要把食材拿下來 我通常會開到 比如三四天都沒問題啊 它的電是夠的 因為它裡面是原廠是75安培有兩顆 這邊一顆 下面一顆 所以供這個冰箱的電可以供好幾天 但是有一個最大的缺點 因為我們有時候會冰一些食材 久了之後它會有味道 它很不好清理 那你的桌子呢 我的桌子在這裡 是這樣移過的 這邊一個 然後剛剛那個車門一個 剛剛同樣的位置一個 這個我移過來 可以可以 就這樣 它的櫃體就是多了一個 然後這邊 這邊這樣子放下來 一隻腳的 對啊 OK 這邊還有一個飛機箱 你去搭飛機的時候 有沒有 這個 它裡面就還可以再放一些東西 OK 再來就是這裡啊 再來就是 先頂 先頂 一鍵啟動 好不好 我完全不會落丟 然後不會扭到手 富人版的一鍵啟動 一樣這個拉開啊 一樣拉開 按住 中間按下去 好 它警示你 對 它說確定旁邊有沒有東西 沒有 沒事 好 再按 再按 把它攤平就是可以延伸到後面 它這邊往前拉 往前拉 對 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 OK 就這樣 那後面的話東西拿開 它就是一個平 它有床墊放上去 它就變平整 那我要上去的話要怎麼走 踩這邊 然後踩這邊上去 對 我可以吧 壓 OK OK 好 可以 對 那床墊是原本的還是 原本的 原本就有這個 那個是獨立桶喔 你注意看你把它翻起來 翻起來 對 下面是有那個 四方形的 對 四方形的彈簧 踩 上去 對 對 我覺得它很棒耶 上面我的腳是頂不到底的 我還有空間 前面有一個超大的窗戶 你可以打開 假裝一下這邊是海邊 這裡是海邊 這不錯耶 這打開好讚喔 這樣子上面就贏下面了 好今天分享了兩台入營車的內裝 以及相關的改裝部件 讓大家知道 不管你要怎麼做選擇 我覺得相信大家心裡 都一定有個底了吧 如果再給Alan哥選擇了機會 你會選擇哪一款 都買得到車 然後價格就是這個價差 你會選哪一個 我可能還是會選Beach 還是選Beach 那Lan哥呢 我一定是選Ocean 兩個還是很堅持自己的選擇 這是男人之間的戰爭 OK OK 我們私底下在討論 私底下說我們交換幾天這樣子 可以喔 OK 那今天的企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歡迎大家呢 如果想要看更多的這個露營車 像剛剛看原廠是這樣對不對 原裝是這樣 如何把它變得更漂亮 更有露營美學 那今天呢 我們也特別還拍了一集 就是遊浪哥幫這個Alan哥 把他的這個非常陽春的這一台露營車 改裝成非常漂亮的樣子 那我們就前往Alan的頻道 下次再見啦 掰掰